人間佛教 佛陀本懷 各位早安 佛光的觀眾 菩薩大家平安吉祥 今天先起舞 一樣一起來學習人間佛教 佛陀本懷 上一次當然我們跳過了一個很大的範圍 那個就到五月十六之後 就當是一個新的單元 來講這個佛語典故 所以我們就從上一次講到216頁 已經進入到說佛教傳入中國 那有很多的經典 義理 它一定要通過翻譯 那翻譯就產生了很多新的詞語 加上還有有一些你很難找到 或者很難創出新的詞語 那就要借用本有的 不管是中華傳統文化的包含 可能有一些人可能有一些引用到這個儒家 道家他們原有的字 所以有一些意思雖然是我們叫做佛門用語 但是他借用了當時的比如說空 或者虛無等等這一些 他一借過來 那個意思就是要解釋 因為它不純然完全符合這樣 但是你說不借用這些字還有更好的這些嗎 好像如果真的有更好的應該也不會借用了 所以我們在看著在學著 可以肯定的一點就是 佛教這個宗教傳入中國 確實豐富了中國 從過去以來的這些語言 文字包含文化等等 那現在我們就繼續進入上一次的 就接續上一次的這個進度 已經到一個字的這些增加的詞語 好 上一週講到像夜 這個造夜 夜報的夜 覺 醒覺 覺悟的覺 然後苦 苦惱 三苦 八苦 無量諸苦的苦 好 然後呢 今天就要進入到第一個字叫做節 大家你聽到節 哎呦 再節難逃嗎 還是這個是結束呢 就是一個關卡這樣 你的理解你聽到節會是什麼概念呢 我們來看 說節 這原本是古代印度極大實現時間單位 節是時間單位 只是說 譬如說 我們說成佛要三大歐生期節 三大 這個都可以明白 歐生期 這已經是在印度最大的數字 節就是最長的時間單位 所以要歐生期節 哇 這個就不是我們一般的算數 可以去理解的啦 或是成佛所需要的時間 那所以那個節其實講的 就是一個最大的時間單位 好 那說佛教呢 這從古印度就有嘛 那佛教就沿用這個節的概念 那後來呢 就用這個浩節 浩是很大嘛 好 浩節就形容很大的災禍 以災節難逃來形容難以幸免的災禍 那如果一旦幸運的避開了呢 避開了就說 哎呀 真是逃過一節 這個就 它的用法就不是時間單位了 變成是一個很大的災難啊 就是像這樣 就是說 它原本翻出這個字來 有它的意思 但是用啊用啊用 從浩劫 很大的災難 那本來講說是很大的 很長時間的一場災難 但那個長時間就被忽略掉了 對不對 災難 好像 比如說人家可以講說 哎呀 像有些人他幫你看啊 看相啊 看氣色啊 就說 你有一個節數要過啊 或者 你又過了一節 像這樣子 就常常用來做 就是說 好像有一種災禍的意思 說 那這個如果歷經災難之後 那余留下來的就稱為 劫後余生 比如這樣 就常常是把它用成這樣 所以跟原本的時間單位是已經 有怎麼 好像分開了 這樣子的 不要說一個字 就各種語彙其實都有的 好 所以我們在學的時候呢 我們各位觀眾朋友們 你只要知道說 原來我們日常生活 這已經成為我們的日常了 常常用的一種表達 原來都跟佛教有關 好 來看下一個字 叫做圓 圓啊 一般的一天 對啊 緣分啊 這個很有緣啊 很有佛緣啊 講這個緣 他講的 實在是太平常了 剛剛那個節太日常 這個又太平常了 其實 那個緣起信空 這個在佛陀教導我們的 這個已經列入就是佛教最主要的教義之一 佛陀開悟 就是徹見緣起法 你說這個緣 這個字 真的有那麼簡單嗎 你要是能夠通透的去參悟的話 那個所謂參悟不是說 我心智上 這個理解上我了解 不是那個喔 那個是沒有辦法用語言文字去形容的 就是你的當下 你的生命的進行方式 完全就在那個狀態裡頭 什麼事情順得來 逆得來 你完全看了就是一個緣 沒有什麼順利 就是當時的因緣際會產生的狀態 就是這樣 那個真的就不是一般用理性的去思考 去理解 這些不是 那個當下就在裡面 所以就不容易的 好 我們來看 師父用最 怎麼講 我們一般的人對這個字的理解 怎麼樣表述給我們聽 緣 是佛陀覺悟的聖身真理 因緣果報 成為佛教最重要的主張 由此引申出來 廣結善緣 素式因緣 甚至有緣 無緣 隨緣等等 都是今天民間常用的詞彙 特別是這個世界上 彼此都有相互的因緣 不要破壞因緣才是佛教 所以一句緣起信空 你可以做各種解釋 但你不能否認它不是真理 你必須承認它就是真理 所以這個一句有緣無緣 隨緣 很平常對吧 大家太熟悉了 但想一想 這可是佛陀證物的最高真理 所以一定也不是我們那麽表面的 淺誠的 就是我們有緣 投緣 所以就很歡喜聽他講話 這些 也不是那樣 那也是一個緣的理解 某一個層面 但是師父最後帶到沒有深入 因為我們這一次在講與會的增加 並不是在講佛教的教義 真理的解釋這些 所以師父講到說一句緣起信空 信空就是本性是空性的 什麼叫空性的 就是它沒有固定不變恒長的那個特性 那個自信 叫做無自信 無自信固空 就是如果有一個固定不變的 那它就不符合空性 固定的話 但是它永遠沒有 你說我們一個人 你說這個人叫做某某人 那這個某某人是從出生的那個小baby 叫這個名字嗎 在長大 它是出嫁了 出嫁了 它是怎麼樣成長了 它到底發生 就是說成為怎麼樣的一個這個人 你不能用它的名字去界定它 它沒有固定的 甚至於說 它是快樂的人 還是一個煩惱的人 它可能任何一個人的一句話 一件事情 它遇到了 碰上了 這個人的快樂不快樂 隨時在改變 無自信 所以是符合空性的 它是由各種的因緣組合而呈現的狀態 緣起 信空 如果一個人跳開語言文字 跳開思維層面 真正的去提振 所以看到人家對他好對他不好 他不會有什麼動搖 不會說這個人對我好 那我就應該如何對待那些想法通通都沒有 是渾然天成的 很自然的 就在佛法真理當中 應該是一個很單純的一個世界 真的不複雜 如果說跟這種人相處應該是很好相處的 這個地觀緣起法太了解了 所以不會有什麼衝撞什麼這些 所以如果跟人相處 有一種人特別難相處 就是他的那個我很強 一定要這樣 一定要如何 他都不能夠稍微隨緣 或者是觀這個因緣 做什麼樣的調整 都不能 這樣共識起來 硬邦邦的 就常常會 要不就要退讓 要不就包容 要不就去摩擦碰撞 大不了都是這些 但是如果說 這個 你 就是說你見緣起法 你就是見法 就是有智慧的人 如果說你看那個到處 你跟他很容易碰的 你就要知道說他的智慧 因為他不能夠觀緣起 所以智慧沒有那麼高 那你跟智慧沒有那麼高的人 你不要太計較 計較不來 那除非你跟他是差不多的 你們就去碰撞 但只要一方是有智慧的 他其實知道怎麼避開 甚至於怎麼以退為進引導 像這些 就是我們講說 如果要吵架 你要去找一個 比你有智慧的人去吵 就吵出智慧來 你聽他講 但是如果 無名人 就煩惱人 對上煩惱人 越講越苦惱 越吵越火大 吵不出智慧的話 就別說了吧 好了 這個是我看一個原字 師父幾句話帶過 但其實我們把它運用在 人我相處 這就是我們生活 這就是我們的日常 把它用在這種人我 人事互動 這些真的很好用 有佛法一定有辦法的 好第六個字談到空 好了 這是順著剛剛師父講的 緣起性空 好說空是佛教的真理 本來是指世間萬物 沒有實在不變的字體 因為萬法 自性本空 它沒有固定不變的 那個自性 所以就是 叫做自性本空 所以因為它空 所以才能夠原生有 就生出產生 這個有 叫真空 生妙有 關於空的名詞 如所謂 夢里明明有六去 绝后空空無大千 空 有些人以為 空空無大千 就是什麼都空了 沒了 英文講的empty 連英文的翻譯實在說 因為佛教要翻成英文 當然也會產生一部分 由梵文直接轉為英文的 這種英文佛學也有 但有的就必須借用 它本來的字 這個空 因為意思不容易理解 所以用中文叫做空 用英文它還正式翻譯成 empty emptiness 是空了 要解釋 不然這樣會誤解的 所以有的人很怕 怕 佛教一來講空 講苦 講無常 就苦空無常 這學佛太苦惱了吧 什麼都沒了 不是那個意思 我再強調一下 談苦是什麼 正面認識它 離開它 避免 離苦才得樂 真空生妙有 充滿希望 因為無自信 所以它可以任何都可以 我要創造新的因緣 它是積極創造性的 所以空性的智慧 是最高的智慧 能生萬有 什麼都OK OK 可以可以 能夠這樣子融通 這樣圓融的人 智慧高 所以你要當那個 有智慧的人 講無常 你知道其實 沒有固定不變 沒有固定的自信 當然是沒有恒常性的 不斷的變化 所以無常 是充滿希望的 你給予它什麼因緣 它就照那邊去 就好像 在調色盤 你用紅的加黃 變成 成的加綠 變什麼 再加黑是變什麼 譬如這樣子 你知道一直加因緣 它就是變化 沒有固定的 叫無常 所以多加一些好因緣吧 在我們的巴士田中 你真的 你沒有辦法進去整理 沒有辦法把它掏出不好的 你只能增加好的 好 好了 這個講到 這個空這個字 這個因為 這所謂 剛剛講到 夢里咪咪有六去 絕後空空空五大千 或者 這也常常聽 天也空 地也空 你也空 我也空 好像一直這樣講 所以現在一般的人都誤以為空 就是什麼都沒有了 才叫空 那實在是對佛教 莫大的誤解 其實我們的理解 它沒有固定的自信 所以它可以是任何呈現 所以說如果 其實不空 怎麼會有呢 就好像這個房子 塞滿了東西 你怎麼再放東西進來呢 像這樣 這個空其實是建設了人間 萬事萬物 其他呢 師父又提了一些單一一個字的 我大概這樣帶過去一下 其他像 單一個字的 幻 幻化的幻 會 智慧的會 餐 就我們講 讓我們來餐就餐就 就推敲推敲 那個 餐一餐 那個餐 服 束服的服 它也是煩惱雜染的意思 好 蓋 覆蓋的蓋 也是煩惱法的一種 根 我們講 這種善根 根基 這個根 然後禪 禪定的禪 這個也都是 佛教傳入才產生的字 禪 另外一個禪叫 禪繞的禪 它也是煩惱法的一種 就被 自己煩惱無名束縛住了 禪繞著了 那個狀態 叫禪 法 佛法的法 規則的 那個鬼則的那個法 犯 犯本來是清靜 當然比如說 在印度 它最高級的語言叫 梵文 很多經典用梵文寫下來 好 果 這個 正果 果味的果 就是我們講成果 结果的果 成 克成煩惱 灰塵的成 但我們又把這個成 不是把它當成是本有 自足自信 不是 它就好像玻璃鏡面上的灰塵 叫克成 外來的 暫時的 所以你是可以把它 還覆它清靜的 好 這個叫塵 稱 稱恨的稱 吃 魚吃的吃 醋 這個六入十二處的這個處 不是只有地方的那個叫處 好 然後道 現在 那個 我們一般在講 茶道 花道 還有見道 什麼 都用這個道字 就是你學有很專一的 已經深刻體會到各中三昧的 好像就是那個道 其實道還是從修道的道而來的 好 地 真地 就是真理 地聽 這個地 好 定 這個定力 不是只有固定 禪定的定 好 善惡的惡 恩 恩德 我們講 三 這個 四恩總抱 那個恩 好 惡 迷惑的惡 雞 一般現在講 機會的雞吧 但是在佛教裡頭講 根雞的雞 是那個雞 假 假是假界的假 假 也有假和的意思 就暫時的因緣聚會在一起 但它不是永久固定 佛教對這一點 是很希望我們 因為我們凡夫 看 譬如這地板 我就覺得它是永遠兼顧的 永遠就是你隨便給它怎麼樣 地就是好像 就是任我 這個可以在上面放所有東西如何 就 但是我們看不到一個地板 它也是 譬如它是木材的 它是大理石的 它是水泥的 它從哪裡來 一般人講 從工廠來的 那工廠的這些材料從哪裡來 森林裡來的 森林裡那些樹木 那些水 石灰就自己都跑到來嗎 不是 要有人 所以它要很多因緣嗎 這些因緣裡頭缺一不可 所以有一天如果我們看到 這個地板怎麼壞了 我們知道它的因緣已經不具足了 至終又增加其他破壞的因緣呢 還是時間太久了 有一些重壓的壓力的碰撞的因緣呢 我們看所有的變化無常 就看到因緣 你就不會從中產生苦惱了 你會知道說 很自然的 不會有苦惱 好 這個講到這個假 暫時假合 戒 慈戒 戒律的戒 另外一個戒 世界的戒 就講這個區隔邊界的戒 魔 這個怎麼講 佛來佛展 魔來魔展 那個魔 到底是外魔 還是心魔 那個魔 悟 還有悟的悟 叉 這個叉 我們講形容寺院叫犯叉 清靜的地方 但叉是時間單位最短 剛剛講一個節是最長的 這個叉 一叉 就是 你看在一坦子 我們講到一秒鐘 六十個叉 那個時間你怎麼去想像 所以這個叉是最短的時間單位 這都是佛教致詞 都來自佛教 假如在我們一般的日常生活當中 我們的對話 或者包含我們寫 寫信 寫文章 在著書立說 來表達我們思想觀念等等 如果沒有了佛教這些詞語 意義 那人們 就我們 還能深入表達嗎 其實不只是一般生活 我認識幾位很有名的作家 真的有幾位真的是很具知名度 老作家 他們就講說 他們可能是其他信仰宗教的 但是他們都要擁有佛教的簽證 進出佛教 有很多自己的文學創作 從佛教來的 但他本有的 他們本來的受洗等等這些宗教 他們擁有那個宗教的護照 但是他們就取得了佛教的簽證 Visa 可以進出佛典 從中就像激發他們更多的靈感 這些 所以真的佛教 這講起來 各位要對自己的信仰很有信心 很有智慧的 不是迷信的 好 其他我們就下一次再繼續 明天 星期六 在渥太華 我們舉行的是佛光墓園春季法會 時間有調整 稍微延後一點 從下午的三點半到五點半 如果您要前往參加的話 都非常的歡迎 就近 好 今天就先到這裡 祝福大家 阿彌陀佛 天 星期六 2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